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两国领袖都是大红人 来人约着能喝杯咖啡就不错了 而且但是就说台湾的代表团也去了 台湾代表团 人家这些有热门的国家 热门领袖经常有双边会议什么的 但是台湾代表团双边 人家愿意跟他在一块谈的会议 记录等于零 零 然后回怎么交差 然后就是说台湾人也挺能自卫的 我发现他们说一起上厕所也算双边了 但是这次你知道出了个人 为什么我就想起说中文 澳洲的在野党 工党领袖拉德 这是一中国通 一见面就跟胡锦涛主席说中文 还说几个汉语的什么段子笑话 把胡主席逗乐了 然后一下子成了被报道的明星 你说就会点中文 风头压过 他也不是会点了 他真的很会 很通 他是大学就是读中文的 他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有兴趣 然后要选 人家说他是总理热门人选 澳洲要大选了 所以你看一手中文在外国就能好使 而且他还有他女儿好像22岁 然后他的儿子都已经在学中文 所以不光是他一个人 是一家都在学中文 所以怪不得有些教育学者现在痛心疾首 咱们自己国家的人都不重视学中文了 我发现你看我在香港也听到他们什么 说香港现在的学生语文中文水平日见日下 是吧 现在在内地也是说孩子们的语文不行 因为我们是从香港来的 我不知道闻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从小因为你是殖民地 所以你到中国去 就是说80年代70年代的时候 中国或许到台湾去 你还是有一点所谓的优越感 因为你是英文教育的 像台湾 他们好像说你上中学才开始学英文 最早的时候 所以变成说我们常常会认为 或许被认为你香港来的 所以这个英文的水平就会比较好 所以有这个优越感 那我发现我现在还是有这个优越感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我去吃饭 然后就那个饭馆呢 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跟一个外国女人坐在一起 我只看到这个外国女人的背影 然后我在想说 这个女生到底在讲英文还是在讲中文呢 那如果她是讲英文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哇 这同胞真的英文很好 但是我走过去 我发现她讲中文 那我就说 那个外国的那个外国朋友 其实中文真好 但是我回头一看 因为还是好奇 就是哪来的这个外国女人会讲那么好的中文 我们的同胞就跟她用中文来交谈 原来是一个染了金发的中国的女士 所以就变成说已经有一些心理活动 就是语文很多时候 其实带给你一种很强烈的一种优越感 或许你也有这么的一种投射 就觉得说那个权力哪一方比较多一点 其实语言真的是跟优越感有关系 不用说外语 咱们都记得在班里上学的时候 哪怕有些同学你普通话讲的不标准 或者说像在早年 在早年就是内地的学生在香港 你在班里讲的那个砖头式的那种广东话 都会被同学们笑话 这都会形成一个自卑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用语言来判断 比如说特别是说话 去判断你是属于什么阶级 英国其实更厉害 英国真的是你能够听英文 听说它是不是工人阶级 还是怎么样 从什么地方来 住哪一区都知道 住哪一区都知道 对 对英国是这样 英文英文英国的英文特别强 这个这个在美国反而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从小其实就是看美国电视大的 我们看的那些影集 在电视上最早可以接触到的 一部分是英国的一些戏剧 但是更常看的比如说什么情景剧 或者什么的 包括那些新闻报导员 他们都是美式的英语 所以我从小就有这个愿望 就是长大之后就用美式的英语 在电视台报告新闻 不是英文英语 对 从小就很虚荣 就是从语言出发 但是到了什么时候 我才发现说 其实这个英国的英语 真的是有它的另外一种魅力 我早就知道 你看我就想往贵族 我当时就看着 我能讲一口伦敦音的那个英文 把你们美国人全震了 对对对 我真的是要到了英国去生活之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不要说你的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 杨靖兵的那种那种那种英语了 就是有香港口音的那种英语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自我介绍 因为我的阳名叫爱德华 就是Edward 爱德华 对马上就有一个人 他对他很诚实 他说哪有人现在还用那么古老的名字 英国人都不用了 那我就觉得自己完全不知道 要往哪里哪里钻 对哪里钻 因为这个名字你从小就用 然后你发现原来对英国人来讲 这个名字就是说 就好像我们说 还在做皇帝梦的那些人 才会改这种名字 哎呦好啊 这正是现在我喜欢的 显得自己来源古老啊 贵族感啊 是不是 但是你又生个黄皮肤吗 对不对 尴尬 这是特别尴尬 特别尴尬 真是没办法 就等于像以前 有些中国人改英文名字改Rash 那么也是常常被外国人会笑话的一个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很皇家的那种感觉名字 但是很多外国人是帮狗改这个名字的 开玩笑的帮狗改这个名字的 但你说这个语言的优越感了 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特别发现一个很很奇特的现象 就在香港呢 我们如果碰到一个外国人我们很自然就会换成用英语跟他交谈 然后让我们开始有个固定的印象 觉得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 一个中国人跟一个外国人聊天一定都是在说英语 但是我来到北京之后 改变了 完全改变了 你在北京你记不记得上回我们是烤鸭那个地方 对 全都老外在里头 全部都在说普通话 都跟你说中文 都跟你说中文 对 这个很特别 这是香港人 我们在殖民地长大就不会就很难碰到这个场面是很震撼的 这个东西其实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其实他的恋人就是一个外国人 那恋人一定会吵架 那吵架这件事情其实就变成是一个对他们之间的那个身份地位 很好的一个评估 就是哪一个高一点哪一个低一点 因为一吵架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要讲英文 因为你吵架你就是那个 对方就是回到自己的那个最熟悉的一个语言 因为他的思考马上就 最情绪本能的东西 对 情绪本能的东西 覆口说的都方便些 对 所以他就很生气 他就讲一句话 他就说 为什么我吵架要用你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愤怒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即便是那么亲密的两个人 还是会在语言上面分了高下 闻到你说你研究这个语言 怎么就能反映人的这种身份 认同或者种种问题 这是因为先有一个 其实语言本来没有所谓的标准的发音 所谓的标准 我们现在比如说学英语 学中文也好 我们常常强调要有标准 对不对 但本来标准是不存在的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学中文 什么叫一个字的标准发音 我现在真的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 我在北京讲普通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的标 可能我的普通话就是很不标准 因为大家都说你这是台湾国语 那台湾国语这个就是个标签 那是不是因为我用的那些词语啊 或许一些语会啊 语气啊 特别是腔调 对 因为大家都说 如果在北京的话 大家特别是男生 讲话就会比较大气一点 对 但是如果你是在南方来的 或许你是台湾的那种 就完全是另外一种 那变成说你讲话 别人对你的那个想象 或许对你的印象 就已经有一个刻板了 就好像我跟你们香港人讲广州话 你们香港人却觉得说 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要 对不对 我也自卑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那天不还讲一个事 说是我们节目还说 李扬 那个 疯狂英语 下跪嘛 下跪嘛 你知道就是说 现在这个学生无心向学 也引发什么一个事件呢 又出现一个老师跪学生的 在海南 有这么一个镇的中学 这个校长也挺牛的 要照我看 就有一天出早操的时候 这校长啊 咕咚一下 就给一个班 出三 好像出三的一个班 跪下了 周围副校长 老师说你别跪了 拉嘴不像 插起来 这个场面 这校长 求求你们了 你们不要玩了 你们好好学习 你们好好做功课 后来记者去采访的 这校长说 是吗 作为校长也要有性情 还了解到什么呢 这校长过去曾经三次 跪在讲台上 给学生上课 就求学生 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我跪着 给你们上课 那些学生什么反应 学生流泪了 这篇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所暗示 但是你紧就这篇报道来看 你觉得很有意思 似乎他这一跪有作用 就从此之后 说这个学校是纪律 纪律最好的学校 所以你看还是行为 比语言更重要 就是行为更瘦弱 行为 对 因为讲的话 你也可以讲得很漂亮 你也可以怎么样 去感动他们 就是突然间讲一个 不知道什么比喻 让大家都觉得说 砰一声这样子 但是你还是行动比较实际 还是跪下来实际 对 实际 所以说我对这个 目前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是说过去鲁迅说 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 要叫我说 这是个人逼人的社会 为什么你说没有嗜好 因为人逼人 你比如说那天我们还在讲 就李国修 也是台湾的话剧导演 讲一个话题 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的很多知识分子 到最后变成选择像晚明一样 就是说我寄情于山水玩乐之间 我再也不谈政治了 因为每一个人最纯真的 关心国家 或者说关心我的学术 我讲些什么话 只要你出来 都会被人用动机去理解你 他想干什么 他想得到什么 他为什么说这话 慢慢的 谁都不敢 谁都不愿意 出来说真话 后来我就接着往下想 你这个人 如果要让大家都说老实话 如果让大家都说真话 不要说违心的话 其实是有个前提 就是你不要逼人 你不要压迫人 对吧 比如说 如果你非要压迫他 按照你的意志去说去做 那么他的选择只能是说假话 言不由衷 那么你都包括你说个人的爱好 比如对于孩子也是 他喜好这个 但是你非让他去学钢琴 他不喜欢弹钢琴 你非让他去学钢琴 那么最后钢琴也是假的 说不定他做人也是假的 但这个东西就是除了大家都被迫之外 还有另一点 是不是就是本身中国人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帮人 这么一种民族 怎么讲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太过伟大的超越的一个信念或者宗教信仰 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你看中国人拜神 常常被人笑 对不对 就进什么庙都能够去拜一下 然后呢 给你好处就可以了 给你好处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拜神还跟别的人不一样 比如说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例子 欧洲人比如如果他信基督教天主教 他去任何一个教堂 他都知道他现在在祈祷的对象 那个神是同一个神 但中国人不一样 你拜天后 拜妈祖 拜官帝 你们发现中国有个奇怪 就是会说什么地方的官帝庙特别灵 对不对 你在欧洲不会说那个教堂特别灵吗 没有这个说法 那个尊重完全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说要是真有天上有什么宗教法庭的话 咱这很多信徒完全是行贿罪 行贿 你知道吗 你完全是行贿 而且还有评价的 就像你说的 这儿别灵 多到这儿交钱 不是同一个神吗 怎么会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信其实并不是相信 它只是为了要得到某一个东西 所以跟信念其实没有 没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像我们说 为什么我刚才讲说 语言其实有时候还是那个影响是前而默化的 前一默化 前一默化的 是因为比如说我常常会想到说 那个Martin Luther King 他在很多人面前讲一个演说 光是第一句 我们现在都记得 而且还很感动 他就说我有一个梦 这个I have a dream 那这个东西 他其实就是感知已成 就是你有这个非常忠诚的一种情感 然后用最简单的语言 可以让很多人再听 听了流眼泪 并不是一定要去散情 而是你把大家的那个信念重新唤醒了 所以这个对语言本身有的一种信念 现在好像是没有 没错 像刚林永华讲的那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因为 我最近正好在我自己做的一个节目里面 在介绍一些 讲美国是怎么来的 这些书 你就看到美国很奇怪 他一些最反叛的人 或者说当时领导反抗运动的人 比如说马丁路德金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他其实也在不断的引用跟回复到 美国的建国时期那些基本的文件 比如说独立宣言 人生而平等 这是核心价值 对核心价值 就他们真的很相信那个 相信到一个地步是到了什么地步 即便我现在很反对这个国家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仍然是从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地方 找到我反对他的理由 举例说明之 就比如说这样子吧 就当时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 黑白还是很不平等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不平等 他们觉得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他用什么理由来说明不对呢 就说因为这违反了我们美国立国的精神 我们美国立国的精神是人生而平等 这是独立宣言讲的 你看这种反对一个国家的方法 是不是很特别 就是说我反对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 我反对我们国家现在的社会 我反对我们国家现在的制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有个本来的东西 我相信 而且我这么说出来 人家都听懂了 人家都感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 这跟宗教感有关系 是吧 那你看中国呢 我觉得比较没有这个 中国就是有什么叫做大家都信的东西吗 难道是因为是这个缘故 我们才会有那十个字叫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哎呀 这是我的座右铭啊 你是为小宝吗 难道你见人说鬼话 见鬼说人话吗 不就是 我觉得这样是应该的 这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简单 我告诉你 为什么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跟你说的信仰很有关系 我跟你坦白 因为我心里无所谓 明白吗 最根本的意义上 当然你高兴 你高兴说 你说说说 咱就说 你高兴说东 我跟你说东 你高兴说西跟你说西 因为这事我不关心 我无所谓 你高兴就行 说完了 什么都忘了 所以没有嗜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特别关心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 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很多 就是从最根本上 我跟你说 十色二玉 想的非常现实 跟小市民似的 挣钱 大工 买好房子 把日子过好点 但当然咱也不是做坏人 是吧 有些事感动了咱们 咱也捐点小钱 但是就这么个格局了 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我无所谓 我想问 所以 如果这样的话 你说无所谓 如果我不是说会发生 一定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比如说 房子失火了 你一定马上要带走的是什么东西 房子失火了 一定马上带走的 对 上次北京地震了一下 我就很短的时间内 你看我拿了什么车钥匙 钱包 证件 这几样东西 我走了 那我想的不一样 因为我以前常常想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说 到底我是要把书线带一些 就我会剪一些 就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后来觉得说 没有这些书可以再买 然后就想说 要不然把照片 平常就已经整理好 就是有一盒 然后我就可以 一拿就拿走了 那现在也不用 因为有电脑 所以你就发现 这好像是科技啊 或各种各样的东西 让我们其实慢慢觉得说 没有这个没关系 没有那个没关系 我们好像很多东西 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也有很多东西 对我们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复制了 对 你刚讲的东西 所以就变得赤条条一身 无牵挂 也不是欲望很多 欲望很多 对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说 我这个小市民心态 文道就说 我失去了天真 对啊 因为你比如说 比较起刚刚我们讲 美国的那个例子 美国这个国家很年轻 那么所以中国人 常常喜欢耻笑美国人 一句话说 美国人太天真了 分别就在这 我们很世故 我们几千年来 我们见过太多的道理 见过太多的道理 昨天被当成是真理 今天就被踩到地上 对不对 然后我们觉得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没有什么绝对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然后如果一个人 说了什么大道理出来 如果中国也出现 一个马丁路德经 我们很快就会想 他背后有什么动机 他在干什么 香港人说话 你讲耶稣 你讲大道理 你已经在假装什么 但是美国他会真的相信 是这个缘故 所以有那么多的 美国的那些 我说的情景喜剧 比如说六人行 那一类的戏 其实也是非常天真 就是因为他每一集 其实也有一个哲理在后面 然后哲理 常常其实就是人的两难 他如何把它变成是一个 让你酷笑不得的一个喜剧 有幽默 也有好笑 也有荒诞 但这种东西到今天 我发现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不管是台湾 香港还是大陆 都生产不出来 但是六人行 你想想看 作为一个文化产业 或许类似的 那么久了 而且他不是唯一的一个 美国就是情景喜剧 特别特别的受欢迎 是不是因为这个天真 他本身背后的那个信念 可以让他产生 很多很多的一种智慧呢 对 很多的这种事故和多疑 的确能伤害你所有的这种天真 不许创意 对 包括创 其实天真的人 他容易有创意 我想起来陈冠中 他写过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好玩 他讲八十年代 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候 那么曾经有一个外国的 一个导演来香港拍片 那么请了香港这些人 帮他做所有制作上的东西 然后呢 他有一天到片场就吓傻了 就是为什么 他说明天这个戏就要开拍到这个景了 这个这一段了 但那个布景全部都还没搭 他说这怎么可能这么做 然后第二天他来 哎 又都搭好了 然后呢 他跟着去摸 比如说一张桌子 发现那个桌子背后 是没背后的 没背后的 他觉得很不可理解 要多少做多少 对 但是那些道具就说 哎呀 那你反正拍出来 看不到背后吗 干嘛做这个 反过来 香港就觉得美国人天真 你天真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明明这张桌子拍出来 是只要看到正面 你干嘛连背后都做好 真的是文化差异 就是这个分别 但是你看 你像那个李安导演 他又是从一个好的方面去理解这个 他就说拍那个卧虎藏龙 说袁和平八爷 说人家说了 就是八爷设计的动作 无打动作 事先想好的 计划好的 并不那么精彩 反而是八爷在现场 所以李安就说 他常常在 要在现场等一等袁和平 就是一拍脑门的现场即兴 就中国人的这种特点 现场即兴出来的动作 往往还特别精彩 这个真的跟环境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真正的那个生存制度 其实就是配合环境 所以你说袁和平到了那个地方 为什么他会特别的神采飞扬 就是因为他看到这里有竹树 他看到今天有风了 出解不生情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说你在家里 做了多少个功课 只不过我们现在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 不要因为这样子 所以把功课也省掉 对 你先做好了一些功课 然后你再配合 就是当天有的一些特 有的一些特色的话 那当然是 有的一些特色的特色的特色